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朝鲜半岛问题 再到中美的贸易战 现在呢 又出现了其他的这个我们说到的无法预料的事情 可能大家也会有同感 这个仅仅只是过了四个月 我们回忆一下 在二月初的时候 当时就是比特币从2万美元下跌了70% 掉到了6000% 之后呢 中美又搞贸易战 然后呢 这个朝鲜半岛呢 又突然缓和 再往后 现在五月份中美再一次谈判 所以 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呢 这个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这是不是觉得 大家是觉得这个今年是流年不利 甚至于是跟去年相比 是犯了太岁呢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是似乎啊 只是我们的自己内心在改变 准确的说呢 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世界的关注程度在增加 对于金融市场的敏感度呢 在增加 仅此而已 要是我们 假如我们生活一轮 仍然是和之前一样 每天起来 到工作的地方 再回家 每天是两点一线 晚上呢 也不看新闻 只是看一下 刷一下手机的朋友圈 那么我 我敢保证 我们的生活一点都不会变 而且我们也不会觉得 这世界上出了很多的事件 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随着 不论是我们点评也好 节目也好 对于大家的一点一点的这个教育和影响 使得大家呢 逐渐对于整一个金融市场 包括整一个世界格局 产生一点兴趣 愿意花时间去关注 愿意花时间去倾听 这时候呢 我们才发现 原来这每一天 都有很多事情在发生 就如同我们之前 比如说你从来没有买过比特币 现在买了之后 你就会关心数字货币的走势 如果你之前没有买过指数和外汇 现在买了之后 同样也会关心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战争的意想 以及这个格局的变化 也正是这些改变 让我们呢 目前感觉到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风向和变化 就像之前一样 如果我们没有到室外去 我们感受不到这个春风 也感受不到寒意 永远只是在室内 空调房里 现在既然来到户外的话 那自然就会感受到四季的变化 好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我们过去总结给大家的一些长期策略 我们在去年呢 重点看好的在外汇方面 主要是非美国币 分别看好的是欧元和英镑 那么在指数方面 我们看好的呢 是A50和恒生生数 这些策略从去年年初到去年年底 都给我们带来了不菲的利润 那么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 我们推荐的两个新的产品呢 是澳洲的这个大盘指数 以及呢 美国石油 虽然澳洲指数在过去的四个月反反复复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呢 从四月份开始到现在 澳洲指数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 而且美国石油也是让我们非常涨脸 从58块钱的推荐价到目前 已经达到了70块钱 但是友好自然就会有坏的一面 比如说像我们去年重点看好的A50指数 包括欧元对美元 以及英镑对美元 在过去的一个月都出现了重大的回调 目前这些产品的价格都已经回至了去年10月或11月左右的价格 如果我们是在今年年初进场的话 目前毫无疑问的都有所损失 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那么我个人通常来说在长期策略中 除了看好一个基本面之外呢 我更需要一个技术面或者图形上的辅助 来帮助我能更加确认自己的策略 所以如果在技术面上并没有出现看涨信号 或者是出现了相反信号 那即便是基本面我是看好的 但是我也不敢做推荐 目前的情况就出现在英镑对美元 欧元对美元 以及中国A50这三个产品上 这三个产品分别在关键的日线级别出现了下跌信号 这也使得我们之前长期的看涨策略 所以在此应该予以考虑修正甚至于停止 它什么时候从下跌信号再重新回到上涨信号以后 我们再一次考虑进程 那么至于损失 我们知道在这个市场中 人无完人必定有得必有失 不可能样样都赚钱 所以我们面对损失一定要看得开看得远 既然都已经出现了下跌信号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止损或者是平仓 或者是对冲 等它什么时候又重新开始反弹 确认上涨之后再去重新看涨 那这个就是我的操作建议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